HELLO 大家好,我是吉尊老師 最近很多人問到我們除了網路上已經PO上去關於音高、音色和音量的練習影片之外 有沒有一些可以更直接使用在歌唱上的小技巧能夠分享給大家 其實我們在歌唱上的練習都跟我們在唱歌的心態有非常大的關係 尤其很多人在面對一首新歌的時候 除了乾淨想趕快把他的旋律學會之外 可能連歌手的表情、語氣、甚至咬字方式都一併學起來了 像是這樣子喔 相信我們會像童話故事裡幸福和快樂世界聚 好,所以當你在照著這樣的模式在學習新歌的時候可能會產生一個問題 那就是你唱誰的歌都會像誰 再來就是你會不自覺的演習的原唱的演唱習慣 所以這時候我會先建議你把歌曲先停下來 我們把歌詞念過去一次 像是 我願變成童話裡 你愛的那個天使 張開雙手 變成翅膀 守護你 好,我們記得這樣的講話模式 我們把耳朵捂起來再念過去一次 我願變成童話裡 你愛的那個天使 張開雙手 變成翅膀 守護你 然後呢,我們這時候發出音高 我願變成 我願變成童話裡 你愛的那個天使 張開雙手 變成翅膀 守護你 當你習慣這樣的模式之後呢 我們再把音樂加進來 你要相信 相信我能回想童話 不是你 幸福和快樂是結局 好,所以當你開始在習慣這樣的模式 在發出音高的時候呢 可能一開始沒有什麼安全感 但是習慣之後呢 你會發現這個機制呢 可以讓你擺脫呢 想要變成原唱的想法 甚至呢 音樂呢也會拓寬許多 好,所以你可能呢 會發現一件事情 那就是呢 當你呢 透過剛剛摸著耳朵發出音高的練習的時候呢 因為你的心態 專注在你的說話模式上面 所以呢 你的喉部呢 比較容易處於被動的情況之下 你的氣管呢 也比較不容易緊縮 這時候呢 我們再將我們自己想要的情緒呢 加回到我們剛剛練習的演唱之中 來完成呢 屬於自己版本的演唱 另外要提醒一下 假如你之前呢 沒有一些投身啟動的概念 或是呢 放鬆喉部的概念呢 可能必須還是要透過一些基礎的練習 讓你的心態的想法 跟發聲機制呢 能夠閒調配合喔 你進來這張好聰明 讓你回答 一會這樣 要請教練 有個身材嗎 打擾你的演唱會